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阿铁 我又来了 好久都没吃鸡鱼了 今天做个腾椒鸡鱼 姜麻鲜香 开胃下饭 开干 准备了5条大点的鸡鱼 先洗一发菜 做这个鱼先用尽量大点的鸡鱼 这煮的时候不容易散 取出里边的荷漠 或者很腥 哎哟 这个天气都砸熟了 加入鱼鱼就好的可以用温水洗一下 我都砸熟得很 鱼盆生畜得跟上花刀 方便腌肉入味 不要给它生了哈 再切点姜片葱段 腌制哈鸡鱼 盐巴 料酒 左手涂抹均匀 开个终点房 让它休息时分咯 再切点葱姜 再切点姜可可 做料子 再切点泽耳根碎 小米辣蒜 一把鲜花椒 花椒粉 花椒油 白糖 鸡鸡 蚝油 辣酸糯 盐巴少许 九层油温浇油 洗发香味 再加入生抽 烤砖几颗 阿高点火 要得开干 冷水下葱姜 料酒 再加入鸡鱼 再加入鸡鱼 保持小火水不要开 闷五到半分钟就回了哈 盖上 一定要小火哈 不一定要煮烂 这样闷半分钟就回了哈 撈出来备用 再加入料子 再点准一把葱花 这样一份非常清爽的藤椒鸡鱼 送给大家 来一碗碗切肉 让你开开 这个鱼吃就比较清爽 你闻到味道没有 非常地清爽味哈 有花椒味的 我放了青花椒 放了花椒面 放了花椒油 你放花椒那里有花油的 所以我觉得做饭跟凉拌鸡鱼有点像 它风味完全不一样 所以中国的汁都动 这儿热心的话有 嗯 动的 已经是一个 已经是一个 动的差不多 这不是很嫩 但是有个海椒 花椒的清香味哈 非常地香 嗯 嗯 你不用吃两斤的 有不腻的 我这种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滋 小滋 你把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滋 小滋 肚子里面就没有那么小滋 好 来哦 看一口 哎呀 好吃这个别人吃起来 没有那么大脂肪 哈哈 哎呀 滋 哎呀 滋 哎呀 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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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